我今天會把那個202題 書籍查詢 有沒有 然後呢書籍查詢你會發現呢 前面我們是在網頁裡面查詢 可是網頁裡面查詢的話 如果你今天呢 把這個網頁查詢放在你的手機裡面跑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就是 你的手指頭太大了 滑鼠 是很尖的 點擊很好點 第二個呢 畫面 在我們的那個電腦螢幕上面看 很清楚 可是你在手機 手機這麼小一支 所以螢幕變小 然後呢觸控的點變 變得比較怎麼樣 變得比較 又變得手指頭不好點 所以呢怎麼樣 你的介面就要做一點調整 那你要介面要做調整的話 如果你 不懂得用一些其他的外掛元件 像是Jekry Mobile有沒有 Jekry Mobile它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你不需要重新再為了 把畫面縮小 而重新要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Jekry Mobile最大的優勢就是怎麼樣 它已經都幫你包好了 所以我們前面所講的那些東西 只是就是利用什麼 Jekry Mobile它幫我們包好的這些功能 你可以用在如何把網頁轉換成手機上面的界面 而且可以很輕易的達成 其實你會發現Jekry Mobile裡面提供的東西其實相當的多 有沒有它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它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前面做包含當然你如果在這邊有沒有 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像這個上面有頁手 中間也許在頁手地方我們可以做一個 什麼NetBar 這NetBar的話就幫助使用者 有一個導覽 那下方有List View List View你可以把比如說 像我們202體裡面有那個書的名稱 那你可以先列出來 那如果要點擊的話呢 那個List View很好點 點下去就可以跳到詳細頁面 那這樣的話呢 以後他如果要做一些導覽資料就很方便了 有沒有 那這個部分應用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幾乎都有啦 你看各行各業 反正你只要想得到的 都可以有個清單 比如說你要看房子 先顯示那個房子 最好前面有個圖啦 點下去 跳出詳細資料 對不對 然後再跳進去也許就跳到哪裡 跳到地圖裡面的哪個坐標 或者是說你可以 假設你今天是旅行業的話 你也可以什麼 最近我們這一團要去哪個地方 你也可以做一個清單 點擊下去 跳到哪裡 點擊下去跳到哪裡 他可以很清楚讓那個 這個團員很清楚就知道 下一步要做什麼 所以類似像這些東西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是要把什麼 這個 202這一題 有沒有 這個東西怎麼樣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像這個地方 轉成這個App裡面的 這個畫面 那所以這地方呢 我先簡單demo一下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202的地方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第一個的話 你還是要去設定 設定什麼 不外乎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什麼呢 這個 這個SAMS 那裡面的話呢 因為我需要一個資料庫 所以資料庫部分的話 應該這個都還在吧 我們的資料庫在這裡 我是有幾個 檔案格式 要不就是怎麼樣 我的這個資料庫是一個 那個Excel檔 那Excel檔 應該還記得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我們前面的影片 稍微看一下 如何把Excel裡面的 這個資料 上傳到我們的資料庫 就是買Seql裡面 那你可以怎麼樣把它傳上去 那就可以看到 裡面包含哪一些呢 總共會有 一二三四五六個欄位 這六個欄位包含就是說 ID book name 跟那個什麼 出版社 就這個啦 反正就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price 它的價格 跟它的那個 ISBN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 大概設計第一個 一定要有資料 資料的話 要把它傳上去 所以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 MySeql裡面 應該都可以看到 所以MySeql裡面 這個我就 不贅述啦 不過這個請你 回頭看前面的影片 點擊進去之後的話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root裡面 我把密碼打上去 你應該還記得吧 我的密碼 應該是一二三四啦 OK 那你不要亂設定 最後你密碼忘記的話 還蠻麻煩的 你可能整個就要砍掉重練了 那使用者名稱的話 一定是那個root 一二三四 應該沒錯啦 不要亂改 好 進來之後的話 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那個資料庫 到底有沒有存在 如果你這個資料庫存在的話 接下來 我們才有辦法利用PHP 到這邊的話 撈資料 確定一下 有沒有Library 這個有沒有 點開 所以進到那個 我們的MySQL裡面 透過PHP加 那個MyAdmin 到這裡面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叫做Library 好 那這個Library裡面的話 你點擊開來 這邊有加號 展開之後 看一下有沒有一個資料庫裡面 一個資料表 叫做Book 資料庫 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呢 是從Excel 而傳上來的 這個應該還記得怎麼做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就有這些東西 有沒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的需求就是說 我希望 可以把它撈出來 把它的Name顯示在手機裡面 就可以了 手機看到 那當然前面交的是 在網頁上面顯示 應該還有印象吧 所以第一步你要先確定 你有沒有這個資料 資料表 那如果沒有的話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 假設 如果你把它刪定 假設沒有的話 那記得 一定要先新增一個什麼 一個Library資料庫 你可以從什麼地方新增 還記得吧 從這邊首頁裡面 一個資料庫 對不對 資料庫裡面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新增一下 新增一個叫做 有沒有 新增一個Library 一個名稱叫Library的一個資料庫 我這邊 應該都還 還記得啦 然後我加一個2好了 編碼方式的話 記得用 拉到最下面 找哪一個呢 這個 UTF8 UNICORE CI 我講過啦 反正以後呢 全部都用UNICORE 就OK了 比較不會有充碼的問題 按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那個book的資料 我這邊好 假設應該book2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如果要在這裡面的話 新增什麼 book的資料表的話 那因為現在沒有怎麼辦 其實要不你就是直接 用Excel Excel 我在雲端上也提供Excel 所以 你可以從 我們這邊有沒有看到 一個叫 這個 點Excel 檔 叫Library.Excel 你把它開啟 或下載 下載之後呢 再利用那個 記事本 記事本 它是按右鍵 或者 右鍵把它用什麼 記事本++ 打開來 或者用記事本也可以 再把它怎麼樣 直接 全選 Ctrl A C 做什麼事情呢 它會在Library裡面 幫你做Create Table 叫book 總共幾欄呢 123456 有沒有 Key的話是ID 一定要有Key 不然沒辦法寫入 那Insert into呢 總共幫你新增這些 資料進去 因為這個 我們前面講過 Ctrl C 然後你就直接怎麼樣 在網頁上面 直接貼上 在這個地方 C口有沒有 直接貼上 好 然後呢 直接按執行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看一下它Insert into 再book 會幫你自動會新 這個Library 我是幫它Library2 執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如果是 綠色的字 恭喜你 表示你完成了 如果是紅色的字 那可能就是你要去Check一下 也許有可能本來就有book 你不要說 一樣的book又新增 它就會出現錯誤 再點一下Library2 那你確定一下說 這個Library2裡面 有沒有那個book 如果有的話 那恭喜你 你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可是問題 一般的流程一定是先確定 你的資料庫有沒有存在 資料庫有點是 我已經有個水庫 水庫裡面有水 那我這個水 要拉到你每一戶人家 比如說我今天要拉到那個網頁 那你就是必須要連線 那連線方式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第一步就是建好之後的話 第二步的話 一樣是建立那個 第二部Dreamweaver 那Dreamweaver裡面的話 建立新增一個網站 那我是在這邊 我是用PHP01 最早這個 然後裡面大概設定好這些 還記得喔 網站 我是放這裡 伺服器 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設定什麼 它的那個 基本跟進階 包含就是PHP這個 然後直接按儲存 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然後呢 按完成 那我是把它放在我的PHP2-2這邊 打開來 然後並且喔 直接用那個瀏覽器 去執行它 那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啦 所以你們找一下 應該有這東西 然後 就出來了 那我們先大概簡單複習一下 就是說 我資料庫有東西 我要怎麼樣 透過PHP 幫我做查詢 那你查詢的話 基本上就這樣 第一個 一定要用PHP 連結買seql資料庫 所以要告訴他我的帳號密碼 第二個的話 連到之後 去這個資料庫裡面找 有沒有一個叫book的一個 資料表 第三個的話就是用seql語法 如果是查詢的話 一定是select 哪些欄位 from 哪一個table 那個tableH是book嘛 會有哪一個條件 有沒有比如說今天查關鍵字 查什麼 查書名 名稱的話 從這邊查PHP 按查詢 應該就會這東西出來了 應該有印象吧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把這東西查出來之後 會可以顯示在這裡 好 那裡面的話大概做哪些事情 我們大概簡單複習一下 就是說 打開這個 基本上 我把它用程式碼 你會發現呢 這邊應該是從 從這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的那個 介面部分 我把它用成設計好了 OK 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放一個什麼 放個表單 表單呢 傳給誰呢 傳給那個 這個 PHPA 2-2 這個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 裡面 並不太需要做什麼程式設計 只需要做個介面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畫面 實際上它是一個什麼 利用一個表單喔 特別注意它是一個表單 表單裡面呢 將來的Action 就是它的動作 是傳遞給什麼呢 這個 PHPA 應該是下面這個 2-2這個 這個 由它去 抓取資料 並且顯示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然後我就是 按下查詢的時候 就是把 我放的關鍵字 丟過去給這個 PHPA 然後把這個PHPA 打開來 裡面的話 就 來看一下程式碼 裡面的話呢 其實 重點就是在 這個地方 第一個先判斷一下 它到底是查 書名 還是作者 還是出版社 第二個的話呢 連結什麼 資料庫 那你會發現 其實 這邊有一個叫 MySQL Connect 那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 PHP 你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不用 Seql Server 或者Oracle 或者 SS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 因為 在PHP裡面 已經寫好很多函數 直接可以連 直接喔 可以連結 MySQL 但是呢 有沒有直接 可以連結 Seql Server呢 是沒有的 以目前來看 內建的是沒有啦 但如果說 你有外掛 那當然另當別論 也就是說喔 他已經寫好很多 是直接可以 存取MySQL 那就可以讓你 省下很多時間了 OK 那底下的話 包含就是什麼 去開啟哪一個資料庫 然後呢 給他Seql以法 最後呢 設定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編碼方式 UTF-8 那最後的話呢 就把資料什麼 顯示出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稍微把那個 第一個喔 先把 資料庫 先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Library 裡面有 也沒有Book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到那個 Dreamweaver裡面 這個因為 講的時間 比較早 早遠一點啦 我怕各位 可能是忘了差不多了 那這個是二零二題 所以如果二零二題喔 請各位也是一樣 找一下二零二題的翻譯 然後呢 建一個網站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再來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說喔 我們需要做什麼 需要把那個 網頁裡面的概念 改成手機裡面的概念 就是利用JQ Mobile 幫我把原來的網頁 做一個重新的改寫 就可以 讓它在手機裡面看起來 比較適合手機 裡面的那個什麼的介面 實際上呢 這種需求其實非常大 我發現 一堆人都在想要學 怎麼樣喔 利用手機去連結查詢 或是新增啊 修改資料 直接從手機就可以完成 那後面的部分 不過喔 這個東西比較難的地方就是說 你一定要先學會那個 前面的部分啦 你後面的部分才有辦法 而且我們要學很多啊 就PHP要先學會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JQ Mobile這個部分也要學會 今天只是說把這兩個東西 結合在一起 OK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